啥猪啊 干嘛呀 太太看准了 她就是你媳妇 记住太太的话 跟她睡觉 生个大胖小子给她们看看 记住了啊 任务很兼具啊 其实我回来是特意来谢谢你的 我们家 没没没 说这就圆了 说这就圆了 那不是我有本事 是你们家有报啊 那不大力早说了吗 跟外头别想礼服的事 是吧 能上哪儿咄嗦就咄嗦 说呀吧 今天回来这儿不是家呀 跟我想的一样 你肯定会说这句话的 丢转了 说 我问你句话啊 说吧 这几天你想我了吗 没有 门开不开 我太熟了 甭瞎看 晚上能回来就不错 你是知道我怎么都走不了 所以才这么说的是不是 你说什么了我说了 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真骗我你 我真没说 你瞧一瞧我 看出来不就完了吗 不行 你必须亲口说 想了 能不想吗 想有什么用啊 情况确实不一样 大家归宿就是大家归宿 可惜了了 便宜了许多茂那王八蛋 接着往下说 说完了 没说完 你说 情况就是这么一情况 你现在刚离婚 咱俩就在一块儿 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 不可能 您甭说院里了 厂里都得炸翻天 就许多茂 好 就他那种人 不给我整的里外不是人 我现在不想想这些事 我这几天在想 我看错人了 我以前觉得 你是一个厨子 没什么文化 粗了吧唧的就会骂人 其实是我错了 通过我的婚变 我们家的遭遇 和院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发现 你是最干净的 刚看出来啊 别说你胖你就喘啊 这几天 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你猜猜 为什么跟许多茂离婚 错了 跟他离婚 没两天我就想开了 我爸的句话说得特别对 草率的婚姻 就该草率的结束 我跟许大茂 就算是草率的婚姻 当初他妈巴结我妈 我妈呢死活觉得他们家好 觉得她有技术 一招先吃遍天 说她以后一定能对我好 弄得我没认识她多久 就草率地嫁给她了 但这几天 我想的更多的 不是我的婚姻 包括我们家的这些遭遇 比我想的这个事 都显得轻了 告诉你 这几天 我想的就是你 我 我 别激动啊 我在想 你这么一个好人 为什么一直单身啊 咱们别上政治客气了 我们的 门锁着呢 那咱们不聊这个 那咱们不了这个 可是我想的就是这个事情啊 我翻来覆去地想 来回地想 想你和许道茂打架 想你是怎么对付三位大爷的 想的更多的是 你如何照顾寡妇秦怀如你 我 你